怎么让小奶狗学会握手 今天有个网友问 哎呀 你们家这么小的小奶狗 怎么就学会握手了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要看了我的视频 肯定一下就学会 握手 我的视频也就一分多钟 花一分多钟 看完我的视频不就学会了吗 来 起来 别拖懒了 起来上课 上完课再睡 快起 哎呀 起来 抖笼抖笼土 你是跟蝉食官一样吗 得了懒 来吧 让斗牛先走 你开始上课 好乖 有的网友说 哎呀 怎么再能让它握手呢 很简单 你摸着它的头 然后抓它的下巴 平时没事的时候 多跟它互动互动 多就这样摸摸它的下巴 如果摸下巴 它也不握手的话 你就给它做做思想工作 你就跟它讲 学会握手 学点才艺 长大了在这个家才能混得下去啊 至少咱要给自己挣份狗粮吃吧 你同意吗 你看 握手了吧 所以挠下巴握手 这是第一 肯定有网友说 挠下巴不管用啊 那怎么办 我跟你们说 还有个秘籍 我现在告诉你 就是用手握住它的嘴巴 它会下意识的 想把你的手扒了开 这样你就反反复复的跟它说 握手 握手 抬手 你看 它就知道了 你要多练 每天练三四次的 你试试 不出几天 它见了你就抬手 这就是小奶狗 学会握手的教程 你们学会了吗 下课